罗克威尔博物馆里有一幅画面 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讲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1960年11月14日清晨 美国纽奥尔良市 一位六岁的黑人小女孩 Ruby Bridge去上学 今天看来平常的事 当年却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那时有些州白人 与黑人的学校是分开的 很多人聚集在学校外抗议示威 当局特别派了四位联邦法警护送他 事情要从1954年说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九位大法官一致裁决 公立学校里 种族隔离制度违反宪法 顿时引起南方各州抗议 拖延种族和校 直到1960年 护送Ruby的法警查尔斯伯克斯回忆 那天我考虑的是确保Ruby安全 他很勇敢 从不哭泣 像一个小军人一样前进 我们都为他感到非常自豪 Ruby刚进学校 白人父母就把自己的孩子拉出来 第二天 街头抗议的人更多了 老师都拒绝给他上课 只有一位来自北方的亨利老师 愿意叫他 Ruby回忆 他和那群愤怒的人长得一样 但他像一个最好的朋友 像母亲一样对我 接下来 美好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卫力工会的白人牧师 领着他五岁的女儿 Pom穿过吼叫的人群 走进了学校 几天后 更多的白人家长 也陆续把孩子们送回来 Ruby回忆 整整一年 这间教室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仅是学习 我们还玩游戏 做美术 学音乐 但我在一年级 学到最有价值的一课是 不要用皮肤的颜色来判断人 一个六岁的孩子 每天面对一群大吼大叫的成年人 他的勇气从哪里来 母亲告诉Ruby 如果害怕就祷告 Ruby学会每天在上学路上 为那些吼叫的人祷告 主啊 饶恕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当地也有不少白人 支持Ruby和他的家人 他们送给他鼓励的礼物 甚至还帮助他家支付账单 1963年8月28日 马丁路德金 在林肯纪念堂前讲演中说 我有一个梦 有一天 阿拉巴马州将变成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黑人小男孩小女孩 可以和白人小男孩小女孩 像兄弟姐妹一样 手牵手 并肩而行 有一天 上帝的荣耀得以展露 全人类都将举目共度 1964年1月 罗克威尔的名作 《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发表 五个人方向一致 全然不理仇恨咒骂 他们坚定的步伐 推动着历史前进 1964年7月 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 规定美国境内 不得由种族隔离 任何对有色人种 与的歧视均未非法 1965年8月 总统詹森签署了全局法 保障全美各种族 尤其是南部非洲裔的投票权 1996年 Ruby再次见到他的第一位白人老师亨利 2010年 Ruby与他的第一个白人同学 Palm在他们的小学见面 Palm回忆 当年父亲带头把他送回学校 家里因此受到炸弹威胁 Palm说 父亲并没有退却 因为他信靠上帝 并且认为 无论什么肤色的孩子 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2009年 美国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 那是美国非洲裔人口不到13% 白人超过80% 可见绝大部分选民 不以肤色判断人 2011年 奥巴马总统把这幅画借到白宫 并邀请Ruby来参观 2013年 Ruby与91岁的查尔斯伯克斯 再次相见 Ruby知道 当年走在上学路上 被敌视的不仅是他 还有寸步不离 保护他的白人警察们 罗克威尔的话 像一部史书 见证了历史车轮 是由各种族人们 共同的脚步推动向前的 今天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 完全实现了吗 我们面对民族 种族间的冲突 能做点什么事呢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